恐龍時不時發出嘶吼聲 小朋友開心的 和恐龍互動拍照 好軟好軟 很軟喔 妳這樣剛剛摸它 這樣會不會怕怕 不會 這裡是彰化園林一處恐龍樂園 台北有一家人 一共三大四小來遊玩 花了盡量親員們 票卻一肚子氣 民眾說他們一行人到園區 看恐龍灰灰髒髒的 小朋友不想靠近 氣墊城堡因為保養暫停使用 接著小孩最期待的球池溜滑梯 卻只提供團客遊玩 散客無法使用 就連親子餐廳服務人員 也說只接受團客 還對他們說可以叫外送來吃 恐龍顏色本來就是那種 灰灰暗暗的顏色 然後因為都是戶外 所以我覺得是還好 投訴民眾說 最後小朋友只做了旋轉恐龍 玩不到一小時就離開 事後氣得在連書分享 樂園副總解釋真的是誤會 也都是因為誤會 我們在日式戶外交錢 小朋友居多 那我們也會告訴我們的 帶團的指導老師 在我們排隊當中 也要注意到我們的散客 是這樣子的 我們是都有開放的 原方表示因為疫情關係 都有在官網告知 餐廳平日不公餐 也沒禁用外食 才建議他們可以點外送 投訴民眾可能誤以為 門票含餐點才引發誤會 不過確實讓民眾玩得不愉快 也向他們致歉 三星文 許淑衛 綜合報導